大家好,这里是单身女子在中国,我是子萱。 大龄圣女的真实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? 最近有三位男士投稿别我,向我讲述了他们遇到的大龄未婚的女士们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。 第一位男士名叫王磊,目前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。 她说,我见过的大龄女性中,有一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也许你可以称她为一享天胎姐。 这是个在世俗眼中无家可归,在亲戚的小店里坐着打龄公的女子。 她的生活看似简单,运入也就那么一两千,住在商店的一角,她的世界就围绕着那家商店转。 她没有房子,也没有父母。 在现代社会中,她是那种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被剥离的孤独生物,她的世界只有她自己和那家小店。 年轻的时候,她相貌清秀,拥有一张能让男人心动的脸孔,追求者络绎不绝,就像是一条永不停息的长河。 但她就总是高高在上,性格高冷,仿佛是她自己建立的一道防线,让所有的男人都望尘目击。 对她来说,运入一两万的男性,都只能是她生活的过客,无法进入她的内心世界。 她的梦想是找一个有钱人,一个能让她过上安逸生活的人。 她的这种想法,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真的,甚至是无稽的。 但对于她来说,这就是她的信念,是她生活的动力。 在她的世界里,有钱的男人,就是她的救赎,是她的希望。 然而,世界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,她的清秀已经失去,追求者已经渐行渐远,剩下的只有她自己,和那家充满了回忆的小店。 这就是我所谈过的一响天开节,一个在人生的旅途中,还在寻找自己归宿的女子。 第二位男士,名叫李中勇,目前是建筑公司的包工头。 他说,你见过真正的大龄圣女吗? 我不是说那种长相交好,气质出众,工作优秀的你强人。 我正说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,我碰见过的一个大龄圣女,一张脸,吓死人不偿命的那种, 连美颜,特效都没法拯救她,就那么胖,那么丑,还歇视,我要是不是练过的,一看,这得下出心脏病。 你以为,这得完了? 不,我还得告诉你她在收货上的瑞智,每个月拿着一两千块的薪水,跟母亲挤在一个连五十瓶都不到的狗窝里, 以毒的生活让人看了都想吐。 一个月挤出五六千的花销,全都花在了那些没用的东西上,还得天天看着花呗账带上那堆欠款, 到月底了还得去找老妈要零花钱。 你想想看,这种生活,这种长相,她还有脸去谈恋爱? 结果就是对一个比她小几色的小鲜肉搞在了一起,说是恋爱,其实就是互相利用吧。 哪有什么真爱,过了几年,一看小鲜肉不对劲, 立马就分手了。 她的梦想是找个体质内的鲜肉,你听出过这么荒唐的是吗? 她三十多岁的人了,还不明白自己的位置,梦想着找个二十八岁的医生。 她去相亲,你猜那个医生怎么回应她的? 直接喷她,连瓶饮料都不给她买。 哈哈,这就是现实,没有人会怜香惜欲,只会嫌弃她的丑陋和肥胖。 这就是我谈过的大林女士,你看,这世界真是太他妈的混蛋了。 第三位男士名叫张二佳,目前是平台的外卖员。 她说,在我遇到的大林女性中,有一位让我印象深刻, 她,就是另一位被我称为乡下妹的女人。 这个标签,可能在许多人看来,带于一种无法避免的尴尬, 或者是一种久久无法谋虐的惋惜。 然而对她来说,这只是她的人生里一部分。 她出生在农村,一个饱金沧桑的土地。 在那里,她和她的姐姐一起,和父母生活在一起。 他们的父母,老去的速度比城市里的人要快,没有社保, 体内又有的慢性的病痛在侵扰。 他们的生活,就像那个落后的农村, 却少了现代社会应有的保障和关怀。 长相,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无疑是一种资本, 然而她却没有这样的资本。 她的长相,走在人群中,很难让人驻足, 更别提引起别人的注意。 在这个看脸的社会, 她,似乎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了。 她的要求并不高,或者说,她几乎没有什么要求。 她并不像其他的女人那样, 希望找到一个有钱或有地锐的男人。 她的内心,只是希望有一个人, 能够给她一个家,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小天地。 但是,即使她的要求这么低, 她的条件实在是太差,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 她内心的焦虑和期待, 就像是那个迫在眉睫的婚龄, 每一天,每一刻,都在提醒她, 她需要一个家,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。 她急切地想要结婚, 这又找不到愿意接受她的人。 她的身影,在这个大城市里, 显得如此渺小,如此无助。 这就是我所遇到的乡下妹, 一个在人生的路上, 寻找着属于她自己的归宿的女人。 最后,不难看出, 上面的三位女士的不幸均为不清楚自己的位置。 而在人生的长河中, 爱情如同绚烂的烟花, 短暂而璀璨, 引人沉醉, 病人迷恋。 一心扑向爱情的信念, 并无任何不妥。 然而, 当这场生艳过去, 夜幕低垂, 残花散落, 只剩你我两个人, 面对着未来的漫漫人生, 那便是婚姻的真实喜照。 正如一个孩子, 在童年的欢乐和梦想中肆意成长, 当他不如成年, 必须要学会承担责任, 开始面对生活的魔力, 承受生活的重压, 这是他的必经之路, 无论他是男是女。 我们不是活在童话中的公主和王子, 也不能一生都披着粉色的泡泡, 我们必须脚踏实地, 真切地面对生活, 比解生活的真相。 爱情和婚姻也是如此。 爱情是激情的迸发, 是心灵的碰撞, 是一刹那的火花。 而婚姻, 它更像是一种生活的姿态, 一种责任的承担, 一种平淡的坚持。 它们虽然相似, 却又大不相同。 爱情可以热烈, 可以激昂, 可以无所顾忌, 但婚姻, 只需要更多的理智和考量。 有人说,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, 但我却觉得, 婚姻更像是爱情的试炼。 它考验着你的忍耐, 你的理解, 你的包容, 你的付出。 在这场试炼中, 要求过高, 期待过多, 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。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位置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。 我们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, 不能否认自己的地位,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自己, 看待这个世界。 寻找一个合适自己的人, 就才是婚姻的初衷, 就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幸福。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, 对的人, 是无论你走到哪里, 他都会跟着你去。 错的人, 是无论你把他带到哪里, 他都想回去。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那个和自己最为合适的人, 那便是真正的爱情, 那便是真正的婚姻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我是子萱,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